看看新闻网 电影估计还是电影 当记者来到成龙下榻的酒店房间时 他不出意料的 正和几位电影人唱聊电影 上海国际电影节对成龙而言 除了要和同道中人交流电影外 更是一次老友聚会 红毯开始前 华谊二当家王忠磊来到成龙房间 他还有闲工夫喝上一杯 酒都拿过来了 酒都拿过来了 休息室里成龙除了安排好 所有演职人员外 还像个大男孩似的 悄悄来到隔壁房间找吃的 我来偷用几次 谢谢 还不想 我去帮你偷回大头 你一大便就看见 我去帮我 是 你这就帮我 我去帮我 你还能给你吃光吗 我去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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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七点半 警察故事2013剧组准备走红毯 就在踏上红毯的那一刻 成龙还在为队伍做着编排 对于成龙来说 此次上海行的一大亮点 就是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目市上 首次与杰克大师级导演 伊利佐曼同台颁奖时 两人的耍宝行为 让现场气温一度高涨 但其实这一切都是成龙临场发挥的 大家晚上好 OK OK 临上台的时候 那个人说 大哥你们两个能不能拖长一点 我说怎么拖长啊 我要照搞讲啊 那个马上那个当时 他问我叫什么 我说not enough time we have to take a longer OK let's take a longer 他就 我们还在沟通的时候 那个木就开了 咔就开了 我两个 我就啪 大了手就出去吧 我讲完以后 我问他他就啊 啊 我一看左边也没翻译我 啊 好吧 我讲一次英文吧 就这样子 那一打起来 结果原来最好 最好我们两个人 一大早 当记者来到警察故事2013发布会后台演员休息室时 刘烨和丁盛正在对奶爸那点事互相挖苦 三岁了 从来没把过酒 儿子拉好三秒 他嫌脏 他不是没时间 这人还好意思 你给你儿子换 我全换 你不脱 为什么要脱 我一 我就换 我脱 除了动嘴 两人还现场动手 较量了起来 随后成龙 刘烨丁盛 三位大牌都到齐了 可迟迟不见景田的身影 一向爱搞怪的成龙现场调侃了起来 不过嘴巴却很甜 没关系 我们慢慢等整景田 再慢一点 鬼哈没来 此时景田正站在成龙的身后 参加玩法部会 也到了和上海国际电影节说再见的时候 拜拜 拜拜